應該會有人找你合照什麼 也是有啊 也是有啊 他會怕嗎 因為最近就是有被打 有被打 喔喔喔喔喔 你好吐啦 我們... 有耶 我們... 之前那個比較驚嚇的是 突然窮 就是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然後突然從後面這樣 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們... 我們那個... 這個很久之前了 就是有一陣子了 那時候我們在新竹吧 對對對 他就這樣 然後嚇死了 然後... 因為我們想說 男生嘛 就是... 他這麼熱情 對啊 然後後來第二次拍照 我們就這樣 全部都睡好了 對我們就問黃西老師說 啊如果遇到 這麼熱情的粉絲怎麼辦 他說你要用掙脫術 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像這樣 可以這樣教我練習 可以啦 頭髮抓好了 對 比如說... 比如說人家... 人家把你突然抱著嘛 然後就突然蹲下就好了 蹲下就這樣 他就... 他就掙脫了 你知道這位置很小 我們來示範嗎 對啊 黃西老師有特別... 他有人會吃豆腐嗎 吃豆腐嗎 會啊 還是會有啦 吃豆腐嗎 就是... 就是體向接觸 對啊就是這樣 拍照的時候就這樣一直揉這樣 啊我... 對... 我們就自然... 他也會耶 我們等一下拍照 你也會耶 之前有人說要喔 但是我們都... 因為我們住宜蘭 所以... 太遠 那一次活動是在... 那一次活動... 那一次活動是在宜蘭 他們想要尾隨我們 但是我們都會跟他們教育到說 對... 就是... 就這樣就好了 我們怕他們... 因為他們那天包車 然後我們就故意繞繞繞 就一直在宜蘭市那邊繞的 對... 我們故意繞一下 你怎麼知道他要維生機回家啊 他有說喔 對... 他有跟另外一個人講 他另外一個人有跟我說 他說我今天要睡 李屋家裡門口這樣 哦 對對對... 對... 所以... 沒有... 我覺得他們都是一種熱情的表示啦 只是說... 那我們... 聽起來是覺得啊... 就是... 應該是開玩笑 但是就是熱情我們有感受到 對... 那... 比如說我們最近發片之後 也有... 讓我們... 蠻貼心的一個歌迷的舉動 比如說... 我們有一次去錄了一個... 線上的節目 就是盧龍老師那個節目 完了之後樓下就有人在等我們 然後他就是拿那個大砲的那一種 對... 然後他原本是一個人來 然後他就跟我們拍照 我們想說怎麼會知道 然後他說他有看一些訊息 知道我們在這邊 然後過了不久 我們就上一個電台 中廣 結束之後 他多了兩個人 陪他一起來 然後... 就是很... 而且是男生 就是我們覺得還蠻開心的 他就是有來... 跟我們拍照 然後... 他說很有禮貌 所以... 就覺得是有收穫 這陣子... 這陣子真的是多了蠻多... 人認識我們的 就是知道我們三兄弟這樣 後來的... 過了... 是... 又是... 那... 是... 又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